武则天绝对算得上是历史上最能忍 也最有手段的皇帝嫔妮 《甄嬛传》里《甄嬛出家》的经历都不能跟武则天比 武则天熬过了不受唐太宗宠的日子 以及被唐高宗遗忘的日子 怀孕回宫又冲破重重阻碍 成为皇后最后熬死了唐高宗 以67岁高龄登上皇帝的宝座 然而唐太宗驾崩之前 他差点被刺死 好在他聪明 当太宗皇帝问他 镇驾崩后你怎么办时 他巧妙地用八个字回答 打消了李世民的疑心 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武妹娘十四岁就进宫 成为唐太宗的才人 由于生得娇媚动人 还获赐武妹 这么看起来 他在后宫的晋升之路 本应该顺风顺水 可他偏偏与众不同 让唐太宗根本不敢喜欢他 被预言的女皇帝武妹娘很小的时候 便被袁天刚预言说 她有帝王之相 当时袁天刚一眼就看到 被家人打扮得像个男孩子的武妹娘 就惊呆了 说这孩子要是个女孩 将来绝对不得了 也许正是由于袁天刚这句话 武妹娘的父亲荆州都督武士约 便积极地将他送进宫 希望他真的能飞黄腾达 给武家争光 武士约大概认为武妹娘顶多当个皇后 根本没想过女子也能当皇帝 且这个女皇帝还是他闺女 李世民本来挺宠武妹娘 可惜袁天刚又没管住他那张嘴 老老实实地告诉李世民 李唐江山将来会被武士取代 多疑的李世民便开始防范一切可疑的姓武之人 并且还怀疑到了年纪轻轻的武妹娘头上 个性太突出被皇帝防备 因为武妹娘跟其他女子都不一样 有回唐太宗得了匹好马 但马太猎 无人能训 唐太宗便问身边的人 谁有办法训服此马 这时武妹娘站出来说 用铁鞭抽打 不服再用铁棍敲他脑袋 还不服就直接杀了 纵观身边有这种手段的女子 很是罕见 唐太宗当时很佩服武妹娘 但有了袁天刚的预言后 再回想武妹娘驯马的方式 唐太宗不禁己被发凉 于是他从此冷落武妹娘 让他做了12年的才人 硬是没有进封过他 649年 唐太宗知道自己大陷将至 他交代好了所有后事 唯独放不下武妹娘 但他实在舍不得杀这么个美人 便决定试探他一下 问自己死了后 他打算怎么办 武妹娘听出了皇帝话里的深意 便悲凉地说 清灯古佛 了却余生 唐太宗对这个答复非常满意 遂下令让武妹娘去赶夜寺出家 努力回宫拼事业 武妹娘有野心 自然在唐太宗逝世前 就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他私下与太子李治暗生情愫 李治发誓会在登基后娶她 有了储君的承诺 武妹娘才放心地去了赶夜寺 可到了尼姑安 李治就把她给忘了 飞飞回宫 没有先例 何况还是先帝的嫔妃 李治找不到理由去见她 国事一忙 加上身边新鲜的美女不断 李治哪还记得 赶夜寺里有个武妹娘 甚至她去赶夜寺上乡时 武妹娘就在旁边叫她 她瞥了两眼 穿着尼姑衣服的武妹娘 都没把这个昔日的恋人认出来 好在有命运的眷顾 武妹娘没等太久 650年 李世民继日 李治再次去赶夜寺上乡时 武妹娘终于愁准机会与李治相认 后来李治又出宫私会武妹娘 武妹娘的肚子也争气 怀上了龙翼 651年 李治笑期满 王皇后为了打压萧淑妃 便顺势请止迎回了武妹娘 回宫后 武妹娘用了五年时间 扳倒了一切反对她的朝中势力 成为李治的皇后 660年 李治生病 武则天经常代理国家政事 俨然一副二皇帝的样子 武则天势力越来越大 李治感到了一丝威胁 664年 他竟然动了废后的念头 应上官以你废后诏书 武则天赶紧去问责李治 李治不敢得罪武则天 只好将错都推到上官仪头上 武则天以谋反罪处死了上官仪 从此朝中无人再敢质疑他 大权也基本被他攥在手里 李治晚年并重 把政事全权交给武则天处理 还动了肠胃给他的念头 也许正是李治当年的这个想法 才坚定了武则天后来称帝的决心 李显继位后 武则天仍然把持朝政不放 出现在蚕食礼堂的江山 引发礼堂宗室不满 狼牙王李冲 岳王李珍在688年时起兵讨伐武士 均被武则天镇压并处死 690年 武则天总算实现了袁天刚的预言 从14岁进宫 筹划到67岁 试问史上哪个皇帝的意志力 能和武则天比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